先打上Google Chrome 然后它就会出现这个东西 然后你点这个东西 然后按这个下载 download 然后它就可以下载了 它可以连接手机电脑 还有你的手提电脑 下载了之后 然后你就会有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呢 一般我是用这个里面 一个九宫格里面 很多功能 那简单的介绍一个Google Chrome 然后Google Chrome呢 它可以收藏很多你去过的网站 如果你觉得这个网站很好 你想把它收集起来 然后你这边 嗯 比如说你去过这个网站 你觉得这个网站很好 然后你把它点一个星星 然后你这边就把它取名 一个分类 分类那些包的名字 然后按单 那就可以了 然后它就可以分类 然后我自己本身是分类还蛮多的 这些东西 所以 我想要去的那个网站 还蛮方便的 好接下来它还有这个九宫格的功能呢 它里面有这些很多小小的功能 都很好用 然后还很多 然后今天我主要想要介绍你这个Google Chrome 里面的一个Google Drive Google Drive呢 点进来之后呢 然后它就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它这个Google Drive 就像我们的电脑里面的一个C盘 好 然后今天我会用 这个里面呢 它这个新建呢 它里面有 像我们 Walk Excel 然后PPT 我们平时用的Windows版的 然后这个是Google版的 Walk Excel 还有PPT 然后 嗯 然后 这边可以建一个File 我刚刚建了一个File 然后你这样子建了一个File 然后比如说 TEST 做一个Testing 然后这个File 刚刚我做了一个File 然后 可以把这个移除掉 然后进来这个File里面 好 今天大概介绍一下 这个三个功能怎么用 这东西呢 我先做一个 Walk Walk 嗯 Google版里面的Walk呢 跟我们平时用的Windows的Walk 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个就可以跟其他人分享 比如讲 嗯 嗯 我这边 打了这些字之后呢 嗯 然后我这边可以分享给其他的同事看 嗯 这边他是帮我命名啊 然后我可以分享给同事看 这同事呢 他可以呃 编辑 还是他可以评论 还是他只是可以查看 这个你 可以自己 设定 嗯 他只能看的话 你就 他就不能修改 然后你可以找他名字 然后找他的email 然后 加他 嗯 嗯 不用说 嗯 这是我另外一个email 然后 然后 我就发送 好 然后就发送给他了 然后他 可以收到这个email 就讲 去一下这个email看看 嗯 嗯 这个刚刚他这个邀请我了 然后我就可以一起加入这个文档去工作 嗯 对 然后 比如说 我是用了这个另外一个账号进的吗 然后 如果在这个账号呢 我我我是不能修改的 你看我 我只能看而已 我不能碰 那如果我在这边呢 把它弄成一个能修改的 这个账号自动退出了 这个账号自动退出了 我还是倒回刚刚我原来的那个账号吧 嗯 好 回来了 这个跟我们平时用的wall其实没有很大的差别 但是它有连接 然后它可以共享 我所谓没有很大的差别 就是它里面的功 这边用的一些用具啊 功能啊比如说做一个表格啊 这些你看这些同样可以做到 然后在这边也可以这样子做 然后图案啊 放图案进来啊 插入啊 然后这边网上的图案 也可以搜索 嗯 然后它还可以插入其他的工具 在网上这些工具啊 可以用的 还蛮方便的 嗯 这样子啊 这些里面的小小工具 那工具在以后再慢慢教你 那然后它主要是如果你要把这个东西做好的分享给你的客人 比如说呃 一个宣传宣传的广告啊什么东西的话 嗯 那么 做完之后你可以这边拿一个连接 拿了这个连接你拷贝 然后发给你的客人 比如说这个客人在我的微信 这个是我自己有我把把发给我自己 嗯 嗯 那么 嗯 酷 嗯 嗯 然后这个客人他就能点开来看 点开来看的话呢 他就会看到这些你刚刚做给他的这些最新的东西啦 你这个你你你公司最这个月最新的产品啊 什么东西的 嗯 对啊 然后呢 我也是很好用我的话 他也是跟我们这个一样的 嗯 嗯 有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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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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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是可以在这边做计算啊什么东西我们平时用的xl也是可以这样子做嗯然后如果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只是这一部分比如说这边还有其他的东西 嗯 这个PDF的话呢它是PDF然后按这个直打打直的然后无网络然后选择然后导出 嗯 然后他就会下载他就会下载这一部分我把这个东西发给客人的话就这样子拉过去到我的微信上面其实微信其实还蛮好用的我个人觉得为什么呢呃比如讲呃我要嗯告诉客人某某某某某些东西比如说这个东西啊比如说这个东西啊比如说 错了嗯这个嗯这个嗯这个东西错了我想要告诉他然后他我我可以这样子截图 嗯嗯这边还有个箭头嗯啊 哦 然后打字 我一般呢会先发给自己,然后方便自己检查之后再发给客人,这样子会以防万一有错误 那如果微信你发错的话,你可以马上在两分钟以内,你可以resell,不要这个东西 也是还蛮方便的,因为有时候不小心发给客人了,重要的文件,看到我们内幕还是什么东西 有时候我会先发到微信,然后再拷贝下来,再发到LINE啊,或者是我们的WhatsApp那边也行 还有就是,那Excel的话一般你会用的话,你在这个Google Form里面 Google里面的Excel呢,应该也是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我觉得 然后它主要是能共享,就是这个File呢,比如说这个Testing的这个File 我如果有分享给其他人的话,像你看他这个有两个人,就是他这个File 我已经跟我另外一个账户已经连接了,那这个是没有的 那如果是一般一个公司的话,公司自己员工的话呢,他可以把这个整个File 整个File的这个连接呢,一起大家共享在这边工作,然后我们可以在这边这个File 共享,然后发给所有的员工,比如说我100个员工我都发给他们,然后他们可以进来这边 呃,只是只能看,然后他们不能动,那有些能看,能改,那我就设定他能改,能动 嗯,哪些人能动,哪些人不能动 其实还蛮好用的,就是我们公司里面的,嗯,很像整台电脑,呃,呃,大家可以连接 那有些人出国,去到哪里哪里出差,他同样也是可以工作,只要有网络的地方,他只要进来Google Drive,他就能工作了,这个非常重要,我觉得 然后,呃,PPT,嗯,也跟我们平时用的PPT也没有很大的差别,那主要强调的还是他能共享这个东西 喔,PPT呢. 這個 嗯,跟我们平时用的没有很大的�Be 还有要介绍的就是 它这个像我们电脑的C盘 然后这个C盘可以跟大家一起工作 还有要介绍的是 Google表单 Google表单呢 跟我们平时调查那些问卷什么的都很好用 有讲新年party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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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答开放 不会 字好了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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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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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创建,然后我这边呢,它就会出现两个,这是新年派对的回复了,然后这是也是新年派对的,这个我还没命名。 这个是对这个的,就是这个表单呢,这个表单呢,它是对的,这个回复而做的,那我打开,就是我打开这个。 它不让我填写,我用这个来做示范好了。 好,等一下,我这边应该设定一下自动回复系统。 这个问题我不要删掉,这个邮箱的话我也是删掉。 收集的这个,那我这个收集的话我就不要,不要设定了。设定的话它多出一个,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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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form notification 然后你这个下载之后 安装我是已经安装了 然后安装了之后呢 它就会出现 出现在这里 重新开锅好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才不小心丢到回收站里面 好 那下载的 完那个notification呢 然后它就会在这个插件里面出现 然后按这个 form notification 然后里面要设定一下 你要给客人notify response 还是notify me 然后你这个必须要选择 你回复的email 给客人的 然后这里你就feel一下 填写一下你的subject是什么 然后 然后你要给他的感谢词 我们这个叫做感谢页面 然后 谢谢他啦 然后 给我们的意见 然后给我们的那个 参加 你们的办的怎么样 什么的 然后他们会更有自信 这个我们一般称为他为见证 然后 同样的你在某些生意上面 你可以这么做 你公司的一些 那 有想像这个刚刚的 我刚刚说的这个 hello 刚刚这个我广告的东西也可以这么放 广告 广告放进来 这个是有点长 你看这个这个邮箱 邮箱是有点长的 我这个链接有点长的 我教你 你看很长 很不好看 然后你可以去Google的URL 这边把它缩短 Google的URL shortener 然后来到这边 你把你的链接放进来 然后把它shorten一下 然后copy一下 然后你可以把它放在这里 你的公司广告页面 你可以把它顺便带到你想要带他去的一个地方 它不会一下子就按走了 它可以更了解你所要表达的东西 公司 把save 起来 有点卡 我尝试一下 我尝试一下刚刚我这个东西做的怎么样 嗯 会 然后下一页 然后 name 提交 他就会提交我这个写上的email 然后这个你可以重复再写 如果你写错的话 或者什么样都行 那 然后你看这边 他就会有一个新的记录 就是刚刚 这这这一个记录呢 就是 新年派对的回复里面 就是这个 哦 那 他就会显示 他几点几分 几月几号 填写的 然后这个人要去 然后他的email 然后我们就可以对准客户 呃 发邀请 嗯 到时候 那不要参加的话 我们就暂时 不会把邀请 发给他 请帖什么东西的 然后 我们会收集到 他们的 邮箱 然后 邮箱 然后 看我的email好了 你看这个email 这没设定到吗 这没设定到吗 好 好 对 好 好 对 再试一次 再试一次 然后它会自动回复我 那我们就不会每天 一件一件的感谢客人 然后这个是自动回复系统 然后自动回复系统 刚刚我把这个连接放在这边呢 它就可以点开来看 我们公司还有其他的什么什么产品啊 然后顺便可以介绍我们的东西 给他们一举两个 那一般我是建议 你可以下载你个人的图案 如果在网上下载的这个图案呢 比较慢 因为它的图案这个比较大 所以 它要loading的比较久一点 而且这个 这个Google Form呢 它好处是什么 你看 我做 我随便做一个动作呢 它就会正在保存 你没有看 它大概 两三秒两三秒的 它就一直自动这样帮我保存 它不像我们平时用的Window 一直要按Ctrl Save 如果一下停电啊 还是什么电脑中毒啊 我们东西做到一半 然后东西全资料没了 就很恐怖 所以 这个Google Drive里面是非常放心 它一直一直在帮你保存 你的东西都一直在了 那 当然我们平时用的 这是这个Google 这个Window的Excel也可以用 比如说我做一个示范好了 这是我们平时用的Excel 也是可以自动计算的 这个好像好 这个就一直要save 一直要按save 如果忘记save的话 它就东西就不见了 然后我把它拉进来 那很明显这个图案是不一样的 这边上传了之后呢 这个图案 这是Excel版的 它是一个X的 这是Google版的 它是这样子一个图案 而格子是不一样的 然后 在这边我们也是把它可以打开 它也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这边如果名字是没有修改的 这个workbook2 然后这边也是workbook2的话 我们这边最新的东西 我们这边修改了 这边有东西新的修改 保存 保存 保存再一次 关掉 然后这个也关掉 然后我把它拉进来 它会自动把它update 这个已经上传好了 第二次 然后把它打开 它会自动帮我update 只要是同样的名字 名字没有改 如果是名字改的话 它就另外存一个file了 然后这个也是Excel的 然后我把这个Excel 变回Google spec 也是可以 按这个file 然后按变 变这个Google spec 然后它就会变成我要的Google Excel里面 打开 然后东西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呢 这个 这一个Google spec 它就能跟其他员工一起共享 一起工作 那这个Excel版的话呢 是不行的 Excel版呢 它要在这边下载 下载之后 你看 我上传之后 然后它可以下载 下载之后呢 它会在我的Dollar里面 然后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版本 就是我把它上载之后 别人也是 像我们的同事 他们也可以在里面下载 下来自己做 这样子 明白吗 那 当然 这个 嗯 Google版的话 它也能下载 为Excel 你看 刚刚我讲过了 点这个文件 然后下载 Word Microsoft Excel 然后它也是下载 这个Excel也是可以的 然后大家就可以变来变去 互相的变 一样的东西 这个也是Excel版的 这样子 好 那么 我一般呢 嗯 会 做这边 这边里面做一个垃圾桶 我们 我称它为家里的垃圾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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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系统 那这个 其中一个 我选一个来做就好了 那我一般会选Google spread 然后做 然后 放进来 这个 这个呢 丢掉之前呢 我我我 嗯 再拉回去做多一次 那 丢掉 这个丢掉之前呢 我会把它丢在这个 嗯 家里的垃圾桶 那这个回收站呢 我称为它是垃圾站 垃圾厂 那 东西不要的时候 先丢在家里的垃圾 桶里面 然后 真的是不要了 我们再把它丢到垃圾厂里面 因为 垃圾厂里面 你要找个文件 是比较很难的 因为太多文件在里面了 一件一件搜索 太麻烦 然后这个 这个工作档案的话呢 丢在里面就好了 做一个 那丢之前呢 我一般会教我们的 嗯 同事呢 丢掉之前 要把它做一个废纸 嗯 那 多这个一个动作呢 就是证明 人打上去的 这个东西是丢掉了 我不要了 暂时 我要的时候 我再从里面拿出来 为什么要打废纸呢 如果是不小心拉进去的 也有可能 啊 不小心拉进去 也有可能 那 哦 这个是人为的 错误 那我就觉得啊 我会怀疑一下 这个是不是拉进来的 所以我要求 要丢进来 这不要了 就打一个废纸 啊 这样子 那么我们 就很确定了 这个东西是不要了 这样子 好 基本上 嗯 先交到这里 那可能你的电脑呢 看的 会有两个三个 不一样的 那这边 比如说 刚刚刚刚 登录这个 Google Drive的话呢 可能它是这个画面的 这边可以调节 这边上面可以调节 嗯 那么还有这边记录 详细的记录 这边都可以看到 这这个 比如说这个 这个东西呢 有几个人在动过 然后 嗯 时间呢 然后有几个东 这 这东西 有几个人在用啊 然后什么东西 我们这边旁边都能看到 然后按这个想要写信息的话 我们可以在外面这边看到里面的 大概的内容是什么 所以我们就不用 嗯 点进去 很花时间 我们在外面可以看到了 里面是什么东西 嗯 就其实还蛮方便的 好 那今天 Google Drive 就暂时先交到这里 可能 下次我们再交其他的 东西好了 那 谢谢你的观赏